爱奇艺用了30分钟向李小宅邀约 李小宅用了3秒钟对爱奇艺说yes 于是2020年的选秀中 一场各取所需的利益置换就此拉开序幕 有人问视频剧头为何要自相身价 去找一个争议颇多的网红 当人们问出这个问题 是爱奇艺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 草根顶流7年爱情抄袭宠闻暗讽穷人 李小宅无论是成名时间还是腥风血与铁质 都高过节目中任何一个选手 更何况网红时期就能接到 谷起 自生堂 Fendi Mac等大牌广告的她 绝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李小宅原名李小婷 1995年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的普宁市 接连生下4个女儿后 李家终于诞下一名男丁 李小宅在无姐弟中排行第四 据同学爆料她的家境并不好 父母也无心照管几个女儿 继三个姐姐无意考上大学后 李小宅也进了诸所一所口碑不好的位校 如果不出意外 她将会按部就班的毕业工作 和姐姐一样寻觅豪门 但她长了张青春讨喜的脸 又赶上了草跟红人迅速崛起的网络时代 李小宅最初是通过快手分享日常 清新的林家风格意外走红 每次都能挤占热门话题 不得不说李小宅虽不是最优秀的 但却是最清醒的 因为血淋淋的现实早已告知 无权延续相伙的她 只能自己另谋出路 所以在微博渐渐崛起时 李小宅没有丝毫犹豫 火速带着积攒的粉丝转换战场 她一方面与非主流时期一刀两断 持穿用度竭力往日系少女风靠拢 另一方面又极其注重与粉丝互动 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架子 正于如此当快手江和日夏 与林小宅同期总红的人接连陨落时 林小宅也是微博粉丝年度最高 知名度最广的网红之一 林小宅和无数个前辈一样 当粉丝达到一定量级时 变现就成了首样目标 于是在2014年 她的淘宝店向日宅物横空出世 二十出头就靠自己 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 这或许就是林小宅被静媚称为 隐形富婆的底气 但她的爆红粉丝经济大于业务能力 林小宅本人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对待粉丝十分客气 粉丝问她近况要她同款 她向来是有问必答 比起问个口红色号都要抠搜半天的晚晚 林小宅是绝对的宠粉 正于如此粉丝都亲密的喊她宰宰 并对她的淘宝店鼎力支持 外界的追捧让林小宅意识到 颜值当道的时代已经来临 于是她支了一个新招强强联合 2015年林小宅找到微博知名摄影师薛小白 共同推出了一套少女写真 将本就高涨的名气再度扩张 之后新女郎林韵也拍过同款 不仅口碑玩伴林小宅 更被嘲讽为山寨版 可事实上山寨版的另有其人 林小宅开设的向日宅物 这家店自营业起头 顶便有一团吹不走的阴云 抄袭打版 简而言之 就是林小宅并无自己的设计师 而是频繁窃取他人创意 卖给粉丝获利 而他的粉丝大多低龄 不仅意识不到知识侵权 还认为林小宅是恋爱学生党 埋不起大牌 所以用这种方式 帮助他们用低价格享受高品位 原创之后都要哭晕在厕所 有了粉丝的助阵 林小宅也有了反驳的勇气 看着暴涨的销售额 他于是对揭露他抄袭的人 说了这样一句话 过好你自己的苦日子吧 作为一个心直健全的人 林小宅自然知道他的行为不妥 但去爆料他的三个姐姐 一个弟弟还有一双父母 都将发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 提笑皆非的是 尽管他的成果是窃取来的 但资本也只看结果 被芒果微创新浪微博投资的MCN微念 就是因为潜能签下了他 而这家公司的另一名主推网红是李子柒 成功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当明星与网红之间的壁垒越来越薄时 林小宅就成了跨越阶级的实验品之一 当网红接top林小宅被传出要上选秀时 最早被扒出的言论 竟是他曾dis杨超越 在讹厂的那档选秀中 林小宅支持的选手是孟美琪 某期节目中唱跳不佳的杨超越 竟拿到了第二 并哭着回应自己不怕质疑 此举引起了很多实力控的不适 林小宅也是其中之一 于是带着满头问号转发了吐槽博 最尴尬的是 几个月后的林小宅悄无声息地成了第二个杨超越 2020年初他参加了一档选秀 展现的业务能力和杨超越不相上下 日子头是他过去拍摄的一段广告 也被挖了出来 不少人吐槽 他的颜值与血针相差甚远 马辛尼也被他念得像马辛尼 试试马辛尼吧 此外林小宅出的书也备受热议 他的学历在桌立的文笔中显露无遗 并且颜值有物的书 极致更像一本多页传单 但不可否认 林小宅参加选秀得到的必然比失去得多 跟高涨的广告费相比 黑亮被扒又算得了什么 况且当粉丝的审美和认知逐年提高 他服装的销量便不如从前 另谋出路是迟早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粉丝经济的最早一批受益者 林小宅深谙观众心理 直到自己实力欠缺的他 全程十分刻苦 被学员及导师盛赞 竟也奇迹般的去散了部分黑亮 学秀结束后 林小宅也完成了从网红到明星的升华 为了做一个完美爱豆他灰烬斩情思 与相恋七年的男友一刀两断 而过去据死不道歉的他 也终于为自己抄袭打板一事诚恳道歉 甚至将店铺关闭 只是在不少人看来 他道歉的原因尽在不言中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从私女一男家庭闯出的林小宅 谋略要比我们想象的深得多